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就發, 大家齊齊發, 好不好? 今天, 我就在廣州羅定, 在羅定, 看風水來說, 坦白說, 這裡有很多粉絲 首先,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福包, 過年新的福包, 開運的福包, 已經在熱賣中, 而且都賣得很搶手 你們都不要收拾, 因為新的狗運來了, 你們一定要自己幫自己開運, 而不需要求助他人幫你開運 因為一時求別人看別人面識, 但別人未必做到100%給你 如果你靠你自己來說, 又不同說法, 自己開運來說, 當然好 那樣的福包, 裡面有很多產品, 最少也有很多藥物, 八、九樣就最少了 那樣, 你要記住, 當你整身掃, 由頭掃到尾 那樣掃的時候, 你最重要是用口缺, 讓我龍年行好運 你明白嗎? 行運一條龍, 保佑我身體健康 那樣掃到尾之前, 你一定要講你的名字, 講你的出生日子 那幾點出生, 你可以講, 也可以不講 如果事實發自, 如果忘記了自己,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生的來說 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講你自己的名字 那樣改了名字的朋友來說, 可以用改了名字的朋友來代替, 也是可以的 那樣, 英文名字可以嗎? 也是可以的 那樣, 你就把自己的名字掃下去, 即是你也不講, 將你的名字, 講你自己的名字 我是張學良, 這樣保佑我, 在龍年裡面, 年頭黃到年尾 純風純水, 壞的東西, 全部幫我掃出去 好運回給我, 讓我在新的九運裡面, 行大運 橫財就走, 心想事成 如果是讀書的朋友來說, 學業猛進, 你明白嗎? 然後, 投資那裡, 如果你有玩投資, 投資的方面, 賺大錢 這樣東西是最重要的 所以, 往年來講, 我們買這個, 開運福包來說 真是在2023年裡面, 和2022年裡面, 我們買到相當的好誇張 就差不多又是超過一百萬份以上 你們不要執書 因為就是很多人用了這個開運的福包 甚至貴人符到今天都已經幾年 依然長銷全球 坦白說, 銷量第一 所以, 因為每一個貴人符來說 每一個福包裡面, 都有它的經文的存在 你明白嗎? 所以說, 你們掃的時候, 壞的東西, 麻煩你離開你的身 好的, 就落在你的身 所以, 你好, 我好, 大家齊齊好 所以, 我們來到四會這處, 我們看風水來說 坦白說, 和羅定這處來說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粉絲 所以, 我不忘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 讓大家知道 好, 還有一件事來講 最重要是點燈 那麼, 續燈的朋友, 你們可以點一年 可以點兩年, 可以點三年 價錢無氣度 那麼, 未續燈的朋友, 你們繼續 點以宇宙能量之燈, 心願之燈 因為, 太歲明年來到來說, 很注重 現在太歲 所以, 新的九運開始來說 對每一個人非常有緊張 尤其我們在玄學方面, 在法科方面來說 可大可小 如果你是搞得漂亮, 做得好, 做得正來說 下一個人說, 時內運轉 對不對? 如果搞得不漂亮來說 都是見不到氣息 那麼, 就要看你自己 一半我幫你們 一半就靠你自己, 好不好? 所以, 這次, 我馬不停提 我在西班牙, 回來了馬拉 兩天之後, 我就飛了過來廣州這處 下來這裡, 我還要去韶慶 你明白沒有? 還有, 要去純北看風水 所以, 回去之後 我就會去檳城 檳城之後 我還會去北京一項 和天津 和幾個地方 都依然看風水 所以, 過年的時候 你們每個人一定要開運 你們不開運 是自己死蠢 因為你們好, 我好 還有你們, 點燈 你們的名測 你們的名字 你們的名字 都在我的iPad那裡 我一定要做功課 不做功課就不行 好像今早 我在酒店吃中餐 我遇到很多粉絲 就說, 師傅, 這麼早 你們做功課 是呀 你看著我, iPad 那裡 唸唸又遲 因為, 廣州 坦白說, 很多 當地我來白內西亞的粉絲 一早就叫我 師傅, 早晨 我都很開心的 二道粉絲 所以說, 你們都不要執書 我要開運 靠自己 我幫你一半 一半靠你 好不好 所以說, 你說 求別人開運 又愛這件事 又愛做那件事 這麼麻煩嗎 不如你買福包 開運福包 你用了 你一定會 明年你會繼續用 有些人很聰明 他不是買一包 他買十幾包 一年到晚都會用 這些就是聰明人士 這些叫做聰明人士 因為這件事 自己行好運 華至你世界 華至你天下跌下來 當皮琴 你說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記得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止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記得自己開運 什麼都是假的 你到了吧 拜拜